为在宜蘭市的无极大道 愿天王宫慈慧堂 每年都会固定进行东令救济 今年的寒冬送暖到偏乡 在宜蘭市长江聪渊的援助下 集资购买了100件的棉被 送给大同乡的弱势家庭 宜蘭市天王宫慈慧堂 结合曙光关海协会 还有三兜里饭店 发起了我们寒冬送暖的一个活动 来到大同乡 这个原住民乡 在我们属于比较偏乡 也是山上的地方 这个气温来的比平地更些的寒冷 所以今年我们的第一波寒流 这个就刚好来到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制送了 这个棉被100条来到我们这边 希望说有一些住户或者需要关怀的民众 可以透过我们乡长 主席代表跟村长 他们的发送 让我们这些好朋友们 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温暖 这一次我很感恩时光协会 让我们知道说大同乡 这些原住民同胞 他们很可爱 很热情 再来我们天王宫慈慧堂 都有做一些布施的活动 这一次来到大同乡 跟大同乡的乡民结缘 我们很感恩 慈慧堂今天也特地将棉被送到大同乡公所 由大同乡长和胜利代表接受 感谢善心人士关心原住民偏乡 首先就感谢我们天王宫慈慧堂 在最近这个寒流来到 祈祈我们台湾 刚好送棉被过来 那特别感谢 刚好我们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住户 也刚好需要这个棉被 所以恰到好处 一样非常谢谢我们天王宫慈慧堂 正好是入冬之际 能够送软被过来 对我们大同乡民非常有帮助 那我希望这种狱局能够多多益善 以后有机会欢迎各位也感恩大家 卫楚山区的大同乡比平地更为寒冷 尤其天气越来越冷 捐赠棉被在岁末寒冬释放出温暖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